天亡恢恢, 越想偉絲滅跡, 反而留下更多恨跡 无图无片无真相, 抽丝剥剑, 始终逃不过一双发眼 为生者谋权, 为世者代言, 死亡真相, 无所遁形 某夜凌晨时分, 响了几下枪声 香港开埠以来, 最军动的枪击案 就是在这条行人隧道里发生 两名军装警员被刺枪伏击 发生激烈的枪战之后 其中一名警员殉职, 力一名重伤 而施责者也中枪身亡 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案中有案 施责者竟然是抢枪杀死军装警员 和打劫银行, 击败银行护卫员的兇手 至于行凶动机, 至今仍然是迷 徐步高这个名字对香港人来说 一定不会陌生 他当年犯的三宗案, 可以说是军动全港 随着他的死, 留下了很多迷糰 隧道窗战的情况 在发衣的角度有没有拆解呢? 今集的嘉宾, 梁发衣 或者凭他的专业知识 可以帮大家重组一下案情 三宗案件都是与开枪枪击有关的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要谈一谈 枪伤的案件 欢迎你, Carol 大家好, 大家你们好 这宗案件是2006年 我想全香港来说都很坑道 我不知道是否那时候是首次 但是你说杀死了警务人员 这些杀警的案件 还要是以一对二 总之整件事有很多迷离朴朔的色彩 大家真的有很高讨论度 你们有没有印象? 没有, 其实对徐步官都不… 这个名字 我的名字是听过的 是, 一定有听过的 但是这件事最奇怪的是 三宗案件是同一个兇手 为什么这个人会犯了这么多宗案 而是这么多年后才能抓到他 这宗案件里 说回死者全部都是中枪的 首先法医如果检查 这些死于枪伤是什么程序 所有检查和一个正常的 凶手案的程序都是同样的 但是在他这种有子弹出现 进入人体里面的 我们首先要先照X-ray 你看看一颗子弹还在里面 看看子弹是经过什么器官 什么部位 而其他的调查程序都是一样的 我想问一些题外话 因为我有时看电影 他们Rambo那些 他一颗子弹射了 他就不知道怎样自己割东西 一定要拔出来 好像拔出来就一定没事了 就没事了 烧过毒 它在里面有多大问题呢 其实问题很大 纯粹是电影的效果 因为其实枪伤是一个很高能量的创伤 如果它触及了一些主要器官 心脏血管那些 可能流血可能很短时间之后就会死 如果你不处理好伤口 譬如刚刚好处理了 又没有拿出来 其实在里面的粒子弹是很骯髒的 可能会产生很多炎症的状况 会发炎 之后就感染至死 正好说起位置问题 因为这宗案 他2006年在尖沙咀的行人隧道的时候 他开枪打中了一个真性的警员 左边耳朵位置 很没事的 好像很不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会导致死亡 其实曾经元的情况是很不幸的 很多疑团的 为什么人们说曾经元 他可以开五枪打到徐宝高 之后他可以把那枝枪放到枪袋里 然后才放生 然后解放完之后就解释到了 因为当时徐宝高的那枝枪开枪打他 就打到曾经元的脊椎 之后一粒子弹反弹 就戒穿了他颈部的植物 他颈部植物那里就流血了 其实基本上他是被自己浸死的 他透不透气而死 所以他由中枪流血至死 应该都有一段短时间 可能是三四分钟 作为一个专业的警员 他们受训之后 他们知道开枪之后 需要把枪放回枪袋 他也有足够时间放回枪袋 他应该理论上说 不是即时死亡的 但如果真的这么幸运 有人经过了 那怎样可以做这个即时的急救 可以缓慢他流血等等的情况 如果当时有人经过 也懂得急救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因为他透不透气 拿支笔也好 什么都好 把喉咪放进去 在喉咪开个孔 所以叫Tracostomy 我看电影看过 这个有 然后他透到气 然后尽快去上医院 去修补一条 撕裂了的血管 输血 就可以有机会生存到 但是喉咪有个孔 那里会不会有其他的 所以受过急救训验的人 其实也不是太难 正正中间我们摸下去 其实纯粹是一些 纯粹是缘骨 就是气管 其实用一支笔 兑进去 不要兑兑 让他透气就可以了 受过急救训练的人 不是很难 医生觉得不难 你们小心 不要乱来 家里的朋友 在案子里 另一位警员 即是闪加强警员 他也中了两枪 一枪就在鼻位 另一枪就在小腿 为什么其实他中鼻位 就算是头部 为什么他会没有生命危险 因为他不是射在脑上 他不是射在头骨上 我看一些报告 就是他枪的子弹是向下射的 所以是射在脑上 所以是射在脑上 即是他冤过他的鼻 射在脑上 对了 有出和入 对了 但是表面走过 只是在脑上 在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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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脑上 脑上 他身上中了五枪 是否每一枪都是致命伤 他那五枪里面 都有几枪 是几次命的 有一枪是知道 好像是经过心臟 经过肺 有两枪 好像打到脑上 就是脑上 就是打到脊椎 也是致命伤 不是致命伤 那就是下身癱瘓 癱瘓了 但是他打到心臟 就应该是即時的 也会死的 死的 他最后的一次犯案 他是在行人隧道 以一敌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一个人打两枪也有膽子 你觉得吗 你觉得吗 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他串 他很有自信 他觉得自己比他们打得过 想表达的心态 我只是这么想 我觉得欣欣这次说得很对 什么是这次 他要你平 让我再说一下 不, 你先说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很过分自信 很好性, 还有自我忠心 他之前搶了个窗 第二次其实已经去了搶劫 其实他好像很想急于 告诉大家 我搶完枪, 我是火空手 我再去犯案 但是你还是捉不到我 而这次为什么选两个呢 很简单 他就是想要设定高目标 他觉得搶一枪 当然了, 想搶到子弹 其次他觉得他能够 两个人的一个情况 而且听说他的左右手枪法 也很准确 他拿了银鸡帐 枪法是在班上数一数 这件事也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 对, 看不清楚 我觉得你不怕让人知道的话 还有你先发制人的话 打六个都没问题 也不一定 我先拿好枪, 我准备射你了 我弄完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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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完 但十个人都没有反应 如果排十个人在 看戏吗 不是说看戏 看戏就是你一弄我 我已经拿出来还击, 现在是现实 是 情况是说的 现实你对于审员 因为是审员 但他现在知道可能… 他了解到他的有机会是同事 有机会是他熟悉的人 知道他的枪法如何 他就知道他们是还击的 他不是让你任打的 是, 但如果这么短 我们不要自己按 我可以问 当时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而两个警务人员 又有没有可能 他可以很快地扫下两个 其实我估计他当时已经不够子弹 所以他要再向其他警务人员上 试去拿上枪和抢子弹 因为这件事 我们就揭发了原来五年前 就是抢枪案和银行的劫案 都是同一枝枪 为什么可以发现是同一个人 同一枝枪做的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对 如果大家看到一些偵探片 或者景飞片 很好吃的 你经常看 我们基本上是比对一枝枪 他们射出来的子弹 为什么子弹上有手指模的东西 其实原来枪团里面 枪管里面不是滑滑滑的 是 那里面是刻了一枚纹 为什么刻了一枚纹 就是因为那枝子弹射出来的时候 如果在有纹的枪团里面 我们叫Rifolin 它就会让一枝子弹射得螺旋形 就是它动得好一点 旋转旋转好一点 而且子弹是比较直的 一枚枪打出来 和这枚枪打出来 你刚答你 同一款的枪 我们不要指示人 是 就是同一款的枪 所有的枪团 每一枝都可以读得 但是你即使是同一枝枪 也未必是同一个人的 你够认识才对 可能同一时间 是有不同人拿着枪的 但是在这案子里面 所有的环境证供 都能告诉我们 应该是随步高的 梁程英的案件 就是说留下了一个 染血的口罩 现在就找到 上面应该是有随步高的DNA 是的 那为什么也不能贷款 因为当年的情况 就算现在也好 你不是一个定罪的罪犯 你不会有DNA的档案 在司法体统里面 你找到一个口罩 你没有DNA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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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询搜导 知道随步高 是以行形手决的方法 去枪毙了 是什么的 当然解架的时候 自打在后路进入 这是很普通的行形式 因为这样会死 是的 我们说的 就算你打头也好 你打前面你未必死 你打后面的 为什么 因为后面有一个地方 MDNA的档案 那个地方就是负责我们呼吸 以及负责我们心跳 你一枪打那里 你就即是心跳停了 而且当时他们在现场 做了一些发症的搜集 他们做了一个 血钱的情况 血钱的情况 他们也判断到 当时长时间应该是跪在这里 开枪的 所以我接着 在这边 收射 致敦 转称 收射 收射